走后背脊房 背脊也就是应脊的意思 在清末元初的时候 有一个大文好叫断层脊 他给走后背脊房就写了一个序 这个序里他就提到了当时那个情况 当时在那些偏远的地方 有病又找不到好的医生 有房子又找不到好的药 这里面的所有的房子都是拿来救命的 这可以解除紧急的状态 甚至寄了很多救命的技术 你比如说我突然间呼吸不行了 它既然有气管插管 只不然用的管子呢 是用的竹子 用竹管从口腔进去 气儿一冲就活了 气儿不冲人就死了 这就是气管插管的这样一些技术 葛宏啊他有一次啊 到山里面去 结果呢看到一个龙腹 这个龙腹呢在生营 葛宏一看呢他是抽了风行 于是呢 葛宏就给他用了首先是大葱 然后豆豉 把这两位喝在一起 叫做葱豉汤 熬了之后让他喝 喝了之后呢 后来就好了 这个好像在广东那边 现在还比较盛行 用于方济学里面还用的葱丝汤 所以由此可见 葛宏真的是了解人间疾苦 脚踏实地的这样一位古代大医 那想问一下清泉院长 就是作为中医急救科的大夫 您平时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什么样的 这样的急症呢 就给贝极方讲的很多病症很接近 第一类最常见的病就是急性发热 可以说每年诊治量最大的一个疾病 这是我们应该说急诊科接诊最大型 第二类病人呢 那就是以疼痛来的 包括胸痛 头痛等等 可能我们最难处理的疼痛呢 是腹痛 因为腹痛呢 它比较复杂 是要内外科来间别 那么第三类病人呢 就是突然地出现 悬孕和晕厥的病人 这一波呢 要么来了还晕呢 要么来了晕过去了 这也是急诊科 要救命的一个群体吧